世價股王,殘股翻身,有排玩 港股這兩個星期,累積升成500點 配合熱錢湧到來,深浴浴上入市 問問世價股王 其實9月時間已經看到市場 無論股價已經下跌了很多 市場期望也非常低 當時已經看到風險和回報已經是頗有利 加上,領先指標性公司的業務 在8月、9月開始改善 今季和明年第一季的經營不會差下去 這些股價一直見弱的公司 隨時出現過大反彈 每次在市場轉角 中小型股票的升幅都挺驚人 其實我們在今年第一季都見識過 很多股票可能升了五成、七成、八成 甚至一倍、兩倍都見過 今年初,沒錯,是炒過轉Jankuari 但只有一個月而已 那些股業績蠻,就沒有力量了 今次情況不同 反彈有業績支持 不是只靠放水產,所以力度較強 今次的升市,有幾個版法我們是特別喜歡的 會是消費內容 消費內容包含了很多不同的版法 另外是一些上游的資源類 周期證的股票也看好 另一方面是一些和一些基建 尤其是建築這方面的股票也特別看好 世價股王就有一盞股海明燈 從事最上有化工原料製造的 最大廠家建濤化工 建濤除了經營一直是領先指標 8月開始訂單好轉 到9月、10月都維持到一個升勢 股價自然有東西看 但要留意,出口股就沒有運行 各位集散